詞曲 李宗盛 功勞不必退場 不必緊張 也不貪賤賞 危險不怕思想 不會轉彎 何可算骨強 勞動市場面對奸據 都當不想 力向上迷你伤 對力量就算生敗 只會話句 輸掉運氣 不必恆生 生平 不會後悔 不會致冤 消息人力向 如今 充滿貴身 不會後悔 絕對找我寶寶 祝福 謝一謝 康 這麼害怕幹甚麼?心裡有鬼 我這個樣子像嗎? 剛回來全好了 剛下飛機 你下飛機去找文文 他今天晚上不用睡了 我看文文知道你治好了病 一定很高興 信不信有你? 如果他一看見你回來 起碼會張大嘴 露三秒鐘 我真的不相信自己能好 我這麼走運 你知不知道成功率很低 不知道 我只知道以後不用我一個人跑步了 對了, 文文有沒有答應過你? 沒有兌現過 你為甚麼要問這種事? 文文答應過你甚麼? 沒甚麼 對了, 我走了之後, 文文怎麼樣? 一個人 吃完了睡, 睡完了吃 跟你開玩笑的 最近他沒收到你的信 吃不下睡不著 整個人都瘦了 他真的惦記著我? 還用說 三天兩頭幫你上去收拾房子 也沒有人住 也不知道收拾來幹甚麼 恐怕我這個大舅子是坐定了 還沒回來 還沒回來 你怎麼做到一段時間 那個人有在訓練 又在那裡 只有我會抓到 快要穿它 他媽媽 他媽媽 說話 中文字幕志愿者 买那么多的啤酒 偏偏又不见人 阿康, 我是阿姐 阿康回来了 文文 文文 阿康… 文文, 你来了很久了 你进屋了吗? 阿姐, 文文 终于张大了嘴, 愣了五秒钟 叫了五声 我问在这儿 那你肯定没心思跟我说话了 不妨爱你们了, 拜拜 什么五秒钟? 这个是我和阿杰的秘密 那是廉政公署严严实实了 别人都可以对我保密 有一件事是不能对我保密的 就是你的病怎么样了? 你怎么了? 没事 有你在我身边, 我会觉得很高兴 你的病治好了没有? 对不起 我这次回来不能带回什么好消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辈子都不走运 你说什么?你一定肚子饿了 我煎点牛排给你吃 这牛排是不是塑料的? 什么塑料?我刚刚买回来的 我把旧的扔了 我想到你回来的话 随时可以吃新鲜的, 对不对? 对不起 不要紧 总之可以吃饱肚子就行了 你先出去看电视 不用了, 我帮你 不用了, 很快的 出去 不要紧 要不要我帮你? 不用, 你不打擾我, 我會快點弄好 你眼睛都紅了 我是被油燻的, 你看著火 文文 對不起, 我… 我沒甚麼… 我是跟你開玩笑的, 我全都好了 你看看 開玩笑? 你甚麼不能開玩笑 別用這個來開玩笑 你現在好了, 神氣了 有個傻子被你當猴子那麼耍 你滿意了吧? 我一向都很喜歡開玩笑 對不起, 是我不對 頂…頂多是這樣 我裝矮子, 被你打十下 沒你那麼幼稚 那算了吧 我說過, 我以後再也不騙你 半句謊話也不說了 這是我的真心話 這是甚麼? 牛扒 讓你看著火嗎? 人家哭了, 我就趕緊出來讓人罵 白白的浪費了我的心血 沒有浪費 沒有浪費, 你這一番心意 不要說糊了 就是下了毒, 我也要吃 放下 不知你該生氣了 誰跟你生氣 真不生氣 別生氣了 阿康, 這次你能治好真太好了 全好了 全好了 要是沒有治好, 阿康怎麼回來了 阿康, 喝茶 謝謝 這次可以說是一個奇蹟 通常如果不是近親, 雞隨移植 很容易有排斥 說真的, 這次我的命是撿回來的 真是… 我說是好人有好報 你治好了回來, 我們心就踏實了 不然的話, 我這個女兒… 媽 好了…不像你不說你的事了 阿康, 二哥知道你回來了 我看還是告訴小叔他們吧 他們也經常打電話來問你 這麼多人都關心我 我看我應該挨個去謝他們 是… 這次阿康治好病回來 真是替文文高興 我也想不到阿康這麼走運 對了, 今天晚上阿康接風 有沒有叫阿全去? 叫了, 文文說叫他了 你要看著他才行 放心吧, 他沒事的 對了, 一會兒見到近叔 不要再提寒冰那件事 沒事了就不要再提了 真的沒事了嗎? 還會有甚麼事? 姐夫這個人很陰險的 而且你又知道他貪污 他肯定會想辦法整你的 你不受他拉攏, 我還怕甚麼? 我告訴你, 別放在膝上 不過, 對他這種人 還是小心點好啊 我不怕他 不是, 要是我把他的事全抖出來 你以為他不怕變成階下球 放心吧 這倒也是 一會兒能吃得下了? 不過你抖出來 到時候連累了小叔怎麼辦? 巧姨, 我心中有數 巧姨, 不要提這些事了 真讓我煩 乾杯… 其實這次應該是我請大家吃飯才對 倒過來讓大家請我 真是不好意思 你怎麼這麼不好意思呢? 就算我不把你當朋友 也要請你這個未來的侄女心吃飯洗沉 小叔… 甚麼小叔?下次你們行 不要說了不斷話 是…不要站在那兒 坐…陪陪你男朋友 剛才你說明天晚上電視演甚麼? 真是 還要游泳 真是好 謝謝你今天能來 又不用大家湊錢 你說這句話, 我就放心了 喝一杯 我去看看試試 謝謝 小家阿姨來了 靖叔 阿康 阿康, 你好嗎? 好 佳文 坐… 如果阿康治不好的話 或者我有絕症的話 你挑選誰? 不管怎麼樣 你永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要過去 婆婆, 來, 喝杯雞尾酒 怎麼好意思? 緊門都是客, 要你招待我 媳婦服侍婆婆是應該的 你真會說話 他們兩兄弟現在還鬧彆扭 如果阿成來了, 我更高興了 等會兒你就遭殃了 因為我最近請了個老師 叫我跳搖擺舞 隨便找個女士來做搖擺 我肯定不答應 我也不肯, 把阿姨讓給你 我不是要跟阿東舅舅跳 你插隊, 我不跟他跳舞 怎麼這麼自私呢? 阿傑, 你說我不會跳舞 你不知道我最近霹靂舞跳得可好了 你小心點 原來舅舅的舞跳得這麼好 什麼時候教教我吧? 我懂他 自誇的 恭喜你 謝謝 今天給你洗塵 什麼時候請我喝喜酒? 到時候一定忘不了你的 別忘了 真伎倆 今天我跟阿康洗塵, 你也知道 這麼大的事連用人都知道 做你乾女兒都不知道像什麼話 是啊 真是的 各位, 過來吃點東西 來… 還說 來… 來, 嘗嘗媽的手藝 來…快吃點東西, 不要客氣… 好吃的 怎麼?怎麼這麼久不找我? 還生我的氣? 最近比較忙 我有點不舒服, 我想去洗手間 你太太好像不舒服, 沒事吧? 是嗎?沒事 沒事就好了 不要娶個老婆回來不理不睬 如果你欺負我的好朋友 我凝掉你的頭 有你在這兒, 我怎麼敢欺負她 沒事吧?這麼久 沒事, 我的胃有點不舒服 沒事就不要扔下丈夫不管 我乾爹叫人吃東西, 你就離開了 你丈夫很難堪, 這麼不識大體 怎麼小叔當了你乾爹? 看你這個糊塗樣 怪不得把丈夫連累得不依樂乎 還要向那個老奸巨華借錢 他不被你害死都算是萬幸 阿欣, 你娶了你真是夠嗆 不只幫不了他, 還害了他 你知道阿傑是我丈夫就行了 我們倆之間的事, 關你甚麼事 再吃點 好吃 再吃點吧 阿傑, 多吃幾口 不喜歡這個 再吃點 小傑, 吃點 好, 來點 這個好吃 吃點, 吃點香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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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不想喝點這個 不錯, 味道很好 你怎麼了?醫生不想吃醋了? 我是這麼小細的人嗎? 讓一次跟讓兩次沒甚麼關係 我早料到了 喝這麼多酒不好的 放心吧 我不會借酒交仇的 在我面前怎麼都沒關係 外面一大堆人 一會兒喝醉了胡說怎麼辦? 弄得文文不高興, 那何必呢? 你想喝, 我今天晚上陪你喝到天亮 反正我好久沒醉過了 你不怕老婆? 我像怕老婆的人嗎? 先哄好老婆再說 坐 沒事吧? 沒事 坐 不錯, 坐得很好 試試這個 你當然是幫助他了 事實證明一切 甚麼? 甚麼… 謝謝 謝謝 阿姨, 想不想學東西? 學甚麼? 學跳舞 我不行 你怎麼不行? 你和我雙劍合璧, 賽過他們倆 不行 不如找阿姨吧 阿姨跳舞很棒 阿姨… 來…阿姨 跟我跳舞, 行不行? 我不舒服 不要這麼掃興 阿姨, 你一向比我跳得好 有舅父陪著你, 你不用怕 是, 不用怕 我真的有點不舒服 你不是怕舅父踩著你嗎? 如果踩著, 立刻不跳 我的胃不舒服, 舅舅 剛剛阿姨說你沒事的 他從洗手間出來就說胃不舒服 這樣就沒關係了 老傢伙, 你那麼喜歡跳舞 就跟阿姨跳 和誰跳都無所謂 最重要就是跳得讓他佩服 我不知道阿姨不舒服 那我跳吧 不好意思, 阿姨 不要緊 阿傑, 不如一起玩吧 是, 人多熱鬧 阿傑, 我的胃不舒服 你陪我先走 真的不舒服? 是, 阿傑 既然阿姨不舒服, 你先陪他回去 我答應陪阿全 你看阿全的樣子 如果沒人陪他, 我看他會自殺 我吃虧一點, 我陪他回去 你怎麼那麼不懂事 當然是丈夫陪他回去 現在不舒服, 還挑來挑去 我的樣子和阿傑也差不多 外甥多次救 我想說我吃的 我送你回去 你平時坐公共汽車的 我給你坐出租車 走, 各位馬上吃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怎麼樣?沒什麼事吧? 你一定不知道 我非要送你回家是為了什麼 你不用猜了 我想知道 韓冰為什麼要借錢給你和阿傑 阿姨 到底出了什麼事, 你快告訴我 行了, 你們有本事 發財了, 不認得我這個窮親戚了 舅舅, 我們真的沒事 姐夫借錢給小孩子是很平常的 要是別人就很平常 阿傑呢, 他一向和韓冰是合不來的 這就不平常了 你老實地告訴我 不是阿傑抓他什麼把柄 所以要堵阿傑的嘴, 是不是? 好好的, 阿傑幹嘛要抓姐夫的把柄 走私 難道被阿傑親眼看見了嗎? 是不是他貪污? 肯定是做了些賤博的人的事 有私生子 怎麼樣?你小心點 你放心吧, 我沒醉 我還留著肚子跟你一起喝酒 來… 阿傑 我和你一起走 不行, 我要送阿全回去 你進去吧 你一個人能不能應付? 阿傑能夠應付的 男人聊天有女人很不方便 小江 說得是 兩個男人一個女人是個鳥子 好像我和家文阿康一樣 淨生氣了 發牢騷回去再發, 綁安全帶 走了, 拜拜 拜拜 阿傑,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有時候女人想事情的時候 有男人在身邊也不方便 拜拜 拜拜 阿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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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妳不要等我回來 不舒服就早點睡嗎? 你和阿全聊到現在 有甚麼好談的 他醉得像一灘泥 一上車就吐得一塌糊塗 好不容易才把他送回家 對了, 你覺得阿新今天晚上 是不是有點不對勁? 沒甚麼問題 你不覺得他老是針對我嗎? 你敏感吧, 也許人家是跟你開玩笑的 是呀, 難道我連開玩笑都聽不出來嗎? 在你面前是沒甚麼 你知不知道他在廁所 悄悄打打的又說我連累你 還叫我讓妻子要注意一點 他真這麼跟你說? 你不相信就算了 你別傻了 難道連自己老婆都不相信? 今天晚上我真怕他纏著你 怪不得你這樣 在這兒等我回來 回來了又問這又問那的 原來是怕我走私 算了吧, 人家跟你說正經的 怎麼會這樣? 算了, 算我不對 對了, 我覺得他是挑明了跟我鬥 放心吧, 以後他想見我 我也不見他 這放心了吧 早點睡吧 來 買了… 快點買了… 想贏錢就快點買了 阿欣, 你來這麼早嗎? 是呀, 今天不上班 就早點上來玩了 我又不信今天不開大 我又不信今天不開大 快點買了 昨天想了一夜, 應該想通了吧 想通甚麼? 你昨天見到小潔, 好像很高興 開了, 雙二, 一個三, 七點小了 有時候明知道沒有機會 就不要一腦子扎下去 肯定輸光的 我不信這回不開大 有賭就不算輸 最糟糕是沒有機會賭 阿欣, 其實他已經結婚了 就算有機會又怎麼樣 昨天你也看見他們多恩愛了 你還有甚麼希望呢?輸了九成了 你整天在這裡 應該看到很多開圍色的 我這次買圍色, 老家 好, 太好立手了 立手開 雙二, 一個三, 又是七點小 又是小 過光了, 師大, 師大, 賠小 今天晚上贏了不少了 沒贏多少 昨天晚上這時候 我贏了不止這麼多 是嗎? 怎麼?你懷疑我出老線? 我是憑真本事的 是嗎?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這盤繼續開小 我買小, 給我買 肯定贏, 買小 買小, 沒錯, 買小 買小 又是一、二、三, 又是小 又贏了 今天晚上贏這麼多夠了吧? 甚麼?我贏錢的趕我走 快打我金盤, 幹甚麼? 幹甚麼, 幹甚麼? 甚麼事… 火雞打人, 贏了錢就行 輸了錢就打人 你們聽著 貼錢你們也不要來賭 隨便打人 大家是誤會, 誤會 甚麼誤會?打人還誤會 先打那兒去 怎麼樣? 接著吧… 別玩了, 別玩了 三、四、三、四、三、四、三、四 別玩了 吃能幹甚麼? 別玩了, 開玩笑 你…你還沒打人 上 剛才不是很神奇嗎? 不是, 剛才一場誤會 你老人家別怪我 我無所謂 不過我這班兄弟咽不下這口氣 嚇甚麼? 阿水, 那個賭場 就在街尾的新樓裡 這裡是賭場, 還叫你一幫無賴的打人 這麼清楚, 你進去過了嗎? 阿水, 我是來報案的 你別報我當事犯人 你不用怕, 我不會抓錯人 這個賭場是誰管你的? 桂叔, 我打 是, 把這桿子交給塞地 我找人去辦 Yes 我早就叫你做完手術之後 不要玩得那麼瘋了 我這個大男, 已經踏過去了 還有甚麼好看? 只有風聲浪聲, 真是舒服 這幾天不是你小叔請我吃飯的 就是我同事請 現在才能靜下來玩玩 真舒服 那你是怪小叔他們了, 是不是? 誰叫他們總是妨礙我們兩個人在一起 你不要妨礙我, 太浪聲了 我真的有很多事想做 打球, 游泳 和雞說去騎大馬 跳三天三夜的舞 總之有甚麼我就想幹甚麼 一會兒又說要靜一靜 一會兒又說要做這樣做那樣的 我都不知道你想甚麼 反正我現在病已經治好了 要不然我真的是遺憾終生 我有那麼多事想做, 你呢? 我只想好好把雞說帶大, 做個好媽媽 還有一件事你好像忘了 你記不記得在這兒 你跟我說過甚麼? 甚麼時候兌現呢? 好 提早消架, 你不要後悔 你明知道回來了, 又該忙碌, 知道嗎? 總比悶死得好 如果再悶在家裡 我遲早會悶出病來 好, 我代表大家歡迎你回來 謝謝, 先生 不要謝得那麼快 你先看看這個檔案袋 這麼快就要我幹了? 其實這件案子我們也是剛剛接手 現在你回來了 我們可以做進一步的調查 我老實告訴你 這件案子我是特地留給你 等你回來調查的 是甚麼案子? 有一個人在非法賭場前被人打了 告到警署去 但警署始終沒有採取行動 現在他又告到我們這兒來 我們懷疑警署裡有大官貪污 張靖成? 我們懷疑張靖成就是這個賭場的老闆 更懷疑他的侄子張偉傑 不會的 我們查到張靖成買了一張五萬元的本票 抬頭人是張偉傑 更查到去年十月 張偉傑曾經在財務公司借了十五萬 第二天, 張靖成都給他還清了 那次是他爸爸 我還沒說完 他現在開的親車是張靖成的 阿康, 我知道他跟你是好朋友 我還知道你正在追求他妹妹 我希望你不要因為私人感情而影響你 你要用專業的知識 好好調查這件案子 抱歉, 我不想查這件案子 抱歉, 我不想查這件案子 你一向表現得很好 難道你忘記我們的歌言了嗎? 公正聯名 他們倆有沒有貪污 就要看你的調查報告 你和小馬去調查吧 如果這是張偉傑探物 我就親手把他抓回來 阿康 你提前休假這件事 不要讓人知道 包括你的女朋友 有甚麼問題, 今天精神不怎麼好啊? 沒甚麼 這樣才行嗎?沒點精神怎麼行呢? 舒服不舒服 前一陣子, 我煩得要死 也是靠寶布跑得累得要命才舒服 你這種情況有甚麼好煩的? 工資又高, 老婆又好 你說好 是好朋友才跟你說 不方便就別說了 方便, 有甚麼不方便呢? 陳一陣子和岳母有點彆扭 說看上了一層樓 想我們幾個女婿 湊點錢給她共手期 總之現在做人兒媳婦難 做人女婿更難 一兩萬 以你現在的地位算得了甚麼? 那就當哄她高興 你說那麼容易 你試試給我八萬塊錢 哄哄我高興 八萬? 難道不是嗎? 總之為了她八萬塊錢 弄得我焦頭爛額 幸虧後來呢? 怎麼樣? 有人還錢給我 這樣才不至於把我搞垮了 又甚麼事? 眉毛都皺起來了 想起倒霉的事 甚麼倒霉事? 沒甚麼 這車花了好多錢買的吧? 是新車, 要不要十幾萬? 恐怕要吧, 禁書買的 這車是禁書送的 這車是禁書送的 我… 禁書問我嗎?上車 他也問我 上車吧 你們倆也真是的 跑步也不叫上我 三…三十四吋腰圍了 怎麼? 玄妞茶香水? 甚麼?是臭湖? 淺水 不如我們一起去打一場抬球 好不好? 好 阿康呢? 阿康呢? 你怎麼悶悶不樂的? 沒有, 我想改行 我早就想改行, 不過一直找不到 小叔, 你認的人多 不如介紹這份工作給我 沒問題 阿康是私問人 找份私問都供給他做 你放心吧 我不會不管我未來的侄女心 阿康, 不過工資不出頭 不如找點生意做做 我出本錢, 你出力, 怎麼樣? 我也是隨便說說 說說就對了 乾脆想想有甚麼生意做 阿傑, 你有甚麼好提議? 捉賊我有主意 做生意就沒甚麼主意了 不用想了, 笨想了 找阿西 阿西最有生意頭腦 找一天找阿西一塊兒談談 要不要我幫忙? 不用了, 你坐下吧 我燉了點水魚湯 一會兒你幫忙多喝幾碗 是呀, 阿康 把傷養好再說, 媽媽再說 你何必急呢? 他還用你教嗎? 他這個懶貫的人 有幾個月的假期 是嗎? 是呀, 說真的 你甚麼時候才上班? 我想多休息幾天 你知道小叔找你嗎? 我把你拷機的號碼給了他 他沒打給你嗎? 有 早上還打了一場台球 一起吃飯, 他挺能聊的 能聊? 總之我告訴你 阿靖這人的手接近他才好 你又在這兒說甚麼? 小叔這人挺好的 今天說起來 還有我跟他合夥做生意 他說他出錢, 我出力 甚麼? 他會這麼好? 我是他親哥哥 我告訴你 我工廠都快關門 叫他幫忙忙, 他都不肯 他會這麼好才怪的 不要再說了 這麼久的事你還記住 不是嗎? 那時候人家給你支票 你又不要? 是 他的錢怎麼來的 我會不知道 我阿成再需要錢 我也不要他的這種錢 總之他那個錢 沾到手就爛了 沾過錢的手就變成江桿手了 對了, 認識小叔那麼久 不知道他做甚麼生意的 他究竟做甚麼? 我先告訴你 喂… 喂… 總之我不願意嘗他的事 吃飯了… 文文, 幫忙拿菜 好球 贏了多少?你自己算 找錢 阿卡 你怎麼這麼晚? 等了你一個多小時 沒辦法, 塞車 誰贏了? 你看看誰笑得最歡視 就是誰贏了 這比上班還舒服 怎麼你們整天都賭? 有沒有興趣?一毛一渡 一毛錢? 不會吧, 賭那麼小 小?他打得那麼差 這麼小我都可以贏他九萬八千七 你不要這樣 你說我打得差勁, 是不是? 這頭輸完了, 那頭又充能耐 開球 康, 有沒有興趣? 打球以後再說 今天我叫你們倆來的是看地方 這兒忘不忘? 不錯, 很忘的 阿卡 如果這個地方叫你接手 你看該怎麼辦? 我接手? 是呀, 昨天我們談過合作做生意 我出錢, 你和小潔出力 再找文文出來幫忙 隨便你們吧, 你們兩口都弄好了 你沒甚麼事吧? 整晚出處靜靜, 是不是不舒服? 不如你去看看病 我沒甚麼事,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 是甚麼? 最近心裡老堵, 又想吃酸的東西 你肯定是有孩子了 還沒有檢查過, 也不知道是不是 肯定是… 你不舒服, 快進去歇歇 等動了胎氣就麻煩了 我打電話給阿傑 好 快進去 快進去, 快點進去 起來幹甚麼?還是躺到床上去吧 瞧你這麼緊張, 不知道是不是 不是, 就更要休息一下 有病不休息很容易變成大病 對了, 媽很高興 當然高興了 快有孫子報了, 叫你你也高興 今天晚上早點睡 明天一早陪你去檢查 查清楚一點 你猜是男是女 看看你, 這麼著急 阿傑要打電話給阿康 告訴他, 我明天早上不跑步了 你休息一下 二三二三, 阿傑 他知道我電話了, 謝謝 找不到阿康 你又出來幹甚麼?叫你歇著 我想喝杯水 你告訴我, 我給你倒嗎? 阿康, 真巧 阿康 阿傑 我懷疑你出販防止賄賂條例第九條 請你跟我們回去協助調查 阿康 別開玩笑了, 來坐 我是特地, 請你和你太太去的 這位是張大太吧 我們懷疑你出販防止賄賂條例第九條 請你和張先生跟我們一起回去接受調查 你懷疑我和阿傑貪污? 我堅持, 堅持, 心中理想 不可退縮, 等身大傷 別甘, 走我道向 不怕賭, 群警老理想 功勞, 不必退場 不必緊張, 也不貪待想 危險, 不怕思想 封戰, 不會轉彎, 何可� converted? пап, 我的王 你一定難得轉彎 你這個, 生了 Na? 拍攝了